算你这次用对了成语 恭喜你了 好 拜拜 原来面试通过了 谢谢啊 医生 喂 静儿 我跟你说啊 有办法了 你跟他说说吧 你跟他说说吧 李先生 我介绍一下 这是蒋惠芳教授 教授可是肝胆病方面的专家 他看过病例了 愿意为你父亲做手术 只要教授出手 你父亲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了 谢谢你 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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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 您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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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又是个男孩 我和东方星辰几个老同学 一起吃饭 你那个同学陈潇正 也去应聘了 他去应聘了 是 一听说是咱们学校的学生 而且 他的门门攻克 成绩都非常优秀 还说 他还带了个小女生 在这边 他到这边 我用了 我便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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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这次就算我求你 让陈孝正出国吧 好吗 陈孝正 曾鈺 我有事跟你说 你是不是去东方星辰面试了 现在公费留学的名额还有最后一个 咱们学院只有你一个人符合这个条件 我爸说了你可以重新申请 你去吗 谢谢你 不过 我不打算去了 那些不过 还能否出帅 你过去 我大家可以一直去 我去 咱们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以及在家里面 那些不吃的 这些不吃的 你知道什么呀 我和我们家正那是 情深深雨萌萌 你没听说过吗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但是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你可别嫌我多嘴啊 那你还是别多嘴了 好啊 那我不说了 爱听不听 反正啊 是关于你们家陈小正的事 那你说说看吧 前几天啊 我看见你们家阿震 跟那个曾毓 在图书馆的角落里 说悄悄话 他们两个毕业分在一组 但是正常的讨论 我看不像 曾毓激动得很 我说是就是 你是她女朋友 还是我是她女朋友 快毕业了 他们是一个班的 难免会在一起讨论呀 都很正常 好吧 那就当我没说 陈小正 多少天没理我了 想造反是不是 对不起 我的小飞龙大人 不是忙 业设计的吗 忽略你了 当然要对不起 你不只要对不起我 你还得补偿我才行 补偿 对呀 补偿 怎么补偿 明天 等我去读远吧 读远 为什么去读远 因为读远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一定要去哪儿 你也陪我去好吗 怎么特别啊 我一直都希望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去物园 我想带你去看那棵见证了我妈妈爱情的箱障树 我也想见证我们的爱情 跟我去吧 还可以顺道去我家呢 路费什么的我都准备好了 你不用担心 好啊 不过呢 路费就不用你出了 我打工的钱还剩一点 来回的费用 我扒了 安静 你真好 你别闹 旁边那么多人哪 哪儿啊 谁在看啊 你看这不是 这位同学 你是不是要造反啊 对啊 定ud 吉儿 如果 我 下不了手术台了 你一定要记得 务远 务远 懂吗 我妈妈年轻时候在屋檐演出 这棵香障树 是她和她初恋情人 私定终身的地方 她还在这儿 送走了她最爱的人 她年轻时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是由这棵香障树见证的 所以 我心里也一直想着这棵树 就像它长在我心里一样 孩子 我是说 假如 假如我真的 呼不来 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 撒到不远的那棵香障树下 应见了吗 这是爸爸 求你的最后的事情 妈 你可能病胡多了 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老林 老林 放心吧 你一定会安全出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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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出来一趟 好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能耐了 居然还背着我写什么辞职系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事业单位的工作很难办 多少人挤破脑袋想来进不来 你倒 为了一个小女孩 竟然把工作给辞了 爸 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一直都是这样 对吧 我大学一毕业就来替你工作 为你做事情 我什么都听你的 这次我就是想出去闯一闯 仅此而已 长 安安为问的工作不好吗 你从小到大娇生惯养 没吃过苦头 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竞争有多激烈 你去北京两个月找不到工作 你熬得下去吗 还谈什么爱情 还谈什么爱情 幼稚 我告诉你 马上收回你的辞职信 回去给我好好上班 爸 你不能走 这是我的底线 小雅 您好 您好 我看您了 好 赵教授 您好 您好 怎么样啊 手术很顺利 恭喜你们 谢谢您 教授 谢谢爸 教授你是我们家的救命儿人 谢谢 谢谢你 好 你们先回病房去等吧 啊 妈妈 诗勇 诗勇 软软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面试通过了 九月份我们就可以去北京了 软软 对不起 怎么了 我恐怕没办法陪你去北京了 我在温州等你 等你回来 好 我知道了 那 那我先挂了 嗯 好 拜拜 再看一遍 不 我不想 怎么救命啊 不用 我先追 我先帮你 我先帮你 你帮你去 我先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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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帮你 我先帮你 我先帮你 你帮你帮我 你最近没有 我听说你跟薇薇去面试东方星辰了 那可是咱们本地最大的企业 还没消息呢 没问题 你肯定没问题 谢谢老张 你没有资格随随便便决定我的人生 我告诉你啊 我不去东方星辰了 好 好 是 一 您好 您好 是东方新晨招聘部吗 是的 您好 我两周之前参加了你们集团的面试 您好 我两周之前参加了你们集团的面试 可是现在还没有收到通知 请问通知发下来了吗 发了 那您能不能麻烦帮我查一下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陈孝正 好 稍等一下 名单上没有这个名字呀 是 是吗 对 确实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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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上那些在安全帽的人 你都看到了 除了农民工之外 还有很多人是跟我们一样的 大学毕业 学建筑出身 或许有一天你能熬出头 有点消灯 我说不过是 有点消灯 你能熬出身的 你能熬出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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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身在学金 你能熬出身体 你能熬出身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是一直想去海洋公园吗 我们一起去 怎么了 喝点水 这 水真好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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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 谢谢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觉得特别特别地幸福 幸福就好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去这个事情 让我们摆进了 秘密 你跟我说 远远 太阳打戏就出来了 你不是不喜欢洗衣服吗 洗了谁的衣服呀 上次才借我穿的 刚好呀我今天有空 就给她洗洗 伟伟 你觉得不觉得 你为你们家校正 改变了好多啊 不愿意 你甜蜜的 好了 那你就借着乱乱甜蜜吧 谢谢啊 优优 优优 优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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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喂喂 出大事了 我刚才听到一个恐怖的消息 你哪天没有写什么 劲爆的八卦新闻呀 我说你呀 被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呢 刚才我在学生会得到可靠的消息 学校极有的两个公派留学名额 你们家陈孝正就占其中之一 说是出国的前程都下来了 还说是曾副院长亲自求的情 他可真有出息啊 这么大的事情瞒得密不透风的 你这傻瓜还蒙在鼓里吧 我说你这八卦消息 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啊 我前天才跟他去哪样工园呢 李大师 你这么忽悠人 可真有点过分了 我说你傻你还真傻呀 这事能开玩笑吗 别说是院里了 这事在我们学生会 已经传遍了 你爱信不信 别到时候没地儿哭去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是他女朋友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还真是个风暴中心啊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你一个人不知道 爱信不信 不信算了 葦葦霆 葦霆 老张 你托我给你买火车票 欺骗你买到了啊 你这 Jose Ludovic 你这找张票也这arsa也难买了 还好我老张人卖广 老张 阿正呢 我这不也刚回来吗 请示洗衣服呢吧 谢了 我先走了 再时间 行 送你了 好 阿正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呀 来看看你 阿正 我今天听刘月娟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 你要出国了 而且还是去米兰 你觉得好笑吗 我觉得特别好笑 你怎么不笑啊 程伟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 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起 干吗说对不起啊 是不是做什么坏事啊 老实交代 对不起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星辰 只是我的备权之一 可我没想到 签证能下来得这么快 阿正 愚人节都过去二十多天了 你还开这种玩笑干吗呀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衣服袖子也湿了 我帮你理一理 你 你也只能说 我说你 你还能这样的 我说你 你没有什么 我说你 我说你 你不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诚伟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 一个人属性要爱她自己 我不能够认识自己 一无所有地爱着你 你要想爱回你自己了吗 我习惯了贫贱 可我不能 我不能让我爱着你和我一起认受贫贱 你就认定了跟我在一起会贫贱吧 为什么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 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 可是我不愿意 诚伟 人生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你一直在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 当你无限屈聚于它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你不是连续的 那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发现 我跟你是不连续的 还要管算什么 送我的分手礼物吗 尔正 你 你在等等我 我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 我马上去考虑 然后跟你在一起 最不记得我 我可以等你啊 好吗 好吗 尔正 尔正 不用了 也许你会等 可我不会了 陈校长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为我哭 这是前几天说开的话 可是该哭的人是我 这种歌声 是什么你会和别人我的动作 我想你去找什么 把我来到的了 你会帮我吃了 我来说 这句话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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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是这里的导游 我们村口的这棵香樟树 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男男女女爱情的见证 他们在树下相会 在树下祈愿 或许也在树下别离 我想在这儿挖个坑 行吗 行 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这就是我爸想要长满一生的地方 这就是了 这就是《若威新重的奈克大叔》 这 这 isto 这 这 这 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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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资本主义 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快乐的资本主义 快乐的资本主义 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看来这棵树 对你们城里人来说特别有意义 刚刚有个女孩还来这里买东西